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匈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地圖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我們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這個匈人 匈人這個文明一開始是有 剪100木頭的 但是他優勢是不需要蓋房子的 所以一開始人口數就是200人 匈人的話比較建議新手不要去練這個文明 因為你練這個文明之後 很多其他的文明配置都會亂掉 所以建議匈奴是不太適合新手去練 他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這個馬功有九折 還有這個達拉和騎兵 這兩個是他的主要的一個重要單位 那我們來看一下保加利亞人 藍方 保加利亞人的話算是步兵跟騎兵文明 保加利亞的騎兵只要點下馬盾之後 還可以增加攻擊速度33% 跟日本的攻擊速度 步兵的攻擊速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保加利亞人後期點馬盾 打大落馬加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效果都是不錯的 如果可以的話再去點下這個血液 血液之後再加上自己的步兵 這個近戰防護也是超高 近防 然後再加上保加利亞騎兵 打一個正面衝突這樣 對保加利亞是比較優勢一點的 攻兵路線的話我會比較推薦打這個馬功 馬功加大衝車的一個路線 會比較適合他 他的打法也算是比較有彈性一點的 但是相對來說是不好上手的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配置 OK那目前藍方 這個果子在前方 金在後面還不錯 這邊木頭三個 總共有三塊木區還可以 並不會太差 但這裡有點難圍 可能要小圍這樣子 稍微圍一下圍一下 這裡圍過來 這裡再稍微圍一下 總體而言 這個圍起來是有點大範圍的 所以他中後期要怎麼防守是個問題 好那來看一下黃芳 黃芳匈奴這邊由於沒有防止 所以在前期的防守來說 會變得更難一點 因為通常你防止都會當成圍牆來蓋 那沒有防止的話 全部都蓋木牆也是可以 但是一開始已經損失100木頭的情況下 要再去花一些資源去圍家 好可能還是要需要練一下的 好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那金礦在前面也是相對難守一點的 這邊可能還是要在前面插個箭塔 插這個位置 高地 然後礦場蓋這個地方 比較方便可以收穿 進這個箭塔裡面 然後這邊有挖金喔 喔 封劍挖金 這裡看來 兇仁是要打小弓了 兇仁打小弓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尤其是封劍時代 因為封劍這樣很快就可以銜接 到這個城堡時代 直接射箭場喔 就可以開出自己的 九折馬弓 開始把這個馬弓的優勢數量打起來 好那 保加利亞人這邊是選擇 兩棒棒出門 然後沒有挖金礦喔 不是三棒棒 所以兩棒棒出去 單純只是騷擾 並沒有要來打一個超級大封劍 那這邊 匈奴直接出小弓 完全 被抓到的感覺喔 保加利亞這邊可能 第一時間 打不到任何東西喔 而且還會被瞬間解掉 這一步的進攻 好這個路 能趕得回來嗎 感覺時間上有點極限 這裡要趕回來有點困難 打一下 唉唷 這個路來得及 趕得回去嗎 還有一個洞 哇 被聰明趕了一下回去 左邊這邊已經圍好了 匈奴這邊圍法算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趕快路 趕快趕回去 哇 最後還是趕到了 哇 那上三隻路都吃到了 匈奴來說 經濟就不會太差了 凡事蠻好的 而且這邊小弓 也抓到對方的一個裝甲步兵喔 那要順便講一下 保加利亞的步兵 是會直接升級的 所以他這邊並沒有投資140肉 跟40黃金喔 是直接升級到這個裝甲步兵的 欸在哪裡啊 在這裡 OK雙裝甲 好前線這邊小弓直接抓到對方的一個村民 這邊要來前置蓋塔 結果直接被射死一村 三隻小弓給的殺傷力蠻大的 OK 又射死了一隻 刺頭上去再硬達 又換掉一村 哇 開頭直接三殺 家裡的裝甲步兵 完全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這一波保加利亞 有點虧啊 匈奴這邊賺爛了 小弓完全抗死對手的一個戰法 那這裡喔 待會出來的小弓喔 出個一兩隻 在守家裡就好了 那前面的三隻小弓 就是要一直往外去送 好這邊看一下 喔這邊肉麻數量有點多 沒有長槍兵 直接被收掉兩隻小弓 第三隻小弓也倒地 第四隻小弓能逃跑的嗎 感覺好像有點困難 直接倒光 果然喔 小弓出門還是要配一隻長槍兵喔 OK那這邊 裝甲步兵 直接走進去TC這個位置喔 被射擊下有點殘血了 OK那這個洞應該是有點難打起來了 然後這邊可以再圍一個城牆喔 把它圍起來 你幹嘛你幹嘛 你幹嘛你直接過來修 不怕被砍喔 欸 欸直接被砍爆欸 欸大哥 好這裡肉麻四隻 想要鑽進來 哇 村民還是被砍死了 哇這個小弓是不是剛剛卡到村民的路徑啊 哇 這邊本來不會死一村直接被換掉 兇人這邊有點小虧 但還行喔 保加利亞這邊更虧喔 村民樹林明顯被拉開了 32村對29村 好那弓兵一直有在按 但是射箭 是單射箭長 並沒有一直 出太多 那這波進攻可能就差不多 就這樣子了 這個小弓可能也是手在家裡喔 應該不會再出門了 對方的這個 刺頭這麼多喔 要出門也是蠻困難的 嘿 匈奴這名竟然是點一級 防 靈架 那封建實在點這個防禦是 有什麼想法嗎 為了要擋這個 刺猴的傷害而已喔 去點這個異防 OK那這邊慢慢的喔 匈人把自己家裡圍起來 那剛剛我們開頭講喔 匈人因為沒有房子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木牆要怎麼圍 是變得比較困難一點的 就會像這樣子圍喔 圍得有點 歪七扭八的 然後有點複雜的感覺 所以匈人來說 要真的新手去練的話 是比較困難的一個文明喔 好這邊可以再下個城門喔 方便出入 可以的話這邊再下個劍塔 避免被這個 插這個高地堡 或是高地劍塔 直接鎖死祖金 會有點傷 好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一波 哇這邊寶教地亞肉麻出了太多了吧 哇出到快要十隻喔 大概出了八隻左右 好直接被戳死一隻 小公雙越越越慢慢多了起來 這一波潛壓不等升級喔 直接出門了 這裡補下四隻 打算快買賣一波 賣一下 賣賣一波上了城堡時代 好這一波進來 但是寶教地亞家裡已經有劍塔了 那他的房子也沒有蓋得很好 也是不知道該怎麼圍 是我我也是喔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圍這個地圖 呵呵呵 好那這邊稍微看一下 這邊刺頭數量非常多 直接上來想要硬打長領兵 長領兵直接被圍毆 哇 數量倒下去倒了兩隻 哇 長領兵二換二 還不錯 那剩下有蠻多殘血的弱馬 直接拉走 剩下四隻弱馬 來追這些七隻弓兵 有點困難的感覺 好這時候一級弄天點一下 那一級木耳 趕快點啦 兇人這邊 來了 過來回頭試一下 一發 兩發 三發 OK 擊倒一隻 兩發 一發 兩發 三發 唉唷 全部殘血 這邊殘血的刺頭也不敢上 要不要用刺頭上呢 還是做一個包夾 要包夾的話前面這兩隻要稍微控一下 不然要送掉了 哇 送掉了沒控 哇 這個包夾有點失敗啊 後面這些都殘血了 可能會被鏽光啊 哇 這個刺猴 不敢上 是我我也不敢上 OK 那蠻血的刺猴先上 先砍死一隻弓兵 那這裡要趕快去點殘血的刺猴 殘血先打 對不對 先刺了殘血了 不然到剩下一隻 還有可能再換贏 但是有美洲豹在幫忙打 這些弓兵 這弓兵能打得贏嗎 哇 很極限 打贏了 弓兵只剩下一隻 但是肉麻已經損失掉了全部 保夾莉拉這一波有點虧喔 沒有等平早好 就已經先上了 但是我記得 殘血的刺猴 就算點品種 血量也不會變多啦 所以這個有沒有好像 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只有這個滿血的刺猴會有感而已 好 這邊直接開了3TC 兇人直接3TC開農 那這裡要挖石頭嗎 3TC開農的話 建議還是有一個TC 插在這個石頭旁邊 才比較好挖石頭 因為不挖石頭的話 很難守得住喔 畢竟自己3TC開農 是有點小偷的一個動作 OK 匈奴這邊點下長槍 並一個二級農 保夾莉拉這邊是選擇二級農 跟輪走 那TC蓋在石頭這邊 保夾莉拉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這個銀蕾 銀蕾可以直接出他的寶兵 出這個保夾莉拉騎兵 而且這個銀蕾 造價便宜 然後攻擊力跟城堡差不多 所以銀蕾也算是蠻適合 當劍塔來使用 所以是那種強力劍塔 OK 那兩邊的一個選擇 匈奴是選擇長槍兵防守 畢竟自己開農喔 避免一個對方騎士暴 自己用長槍兵防守還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而且已經有投資這個一級防喔 靈甲技術了 稍微擋一下沒什麼問題 而且這邊修道院也開了 3TC之後修道院 打一個很濃的一個路線 那保夾莉拉有要打濃的路線嗎 稍微看一下 看起來是沒有 欸 果然出騎士了 騎士品種跑速都點了 呃 防禦的部分喔 二級防還沒有點 那家裡呢 沒有拉一隻村民喔 需要命蓋BK 所以這一波進攻 我覺得 他應該有點難打到東西喔 因為他這邊前面的外面TC 都已經有蓋好了 村民要收村也是收的蠻簡單的 長槍兵家裡有在造 好 這邊先堵一個口 殺有收村 長槍兵過來 找一隻 哇 果然有點難騷擾到 哇 但是來不及遭到 再一道 死去 哇 這個刺猴秀得不錯喔 剩下一滴血 還逃離了長槍兵的攻擊範圍 然後這邊點下護衛技術 不然這個長槍兵 實在是太難追到對方的騎兵喔 但還行喔 這邊兇人也只虧了一個生旅 村民術已經贏了20村了 哇 以上城堡就贏20村 這個數量真的是蠻大的 這邊3TC運轉沒有斷村 操控得很好 那這邊稍微要開始去挖石頭了嗎 一個人挖石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有沒有要挖 這裡挖一個石頭是什麼意思 呵呵呵 是不是控錯了 好嘞 那 保加利亞這邊也開一下 另外一個城鎮中心喔 三鐵一絲也是開得出來 那修道運也開了 那保加利亞喔 我們之前有談過喔 這個文明喔 算是比較需要打強軍事的喔 跟對方農的話通常農不太贏喔 你一定要用這個銀類喔 加上自己的保加利亞騎兵喔 自己的文明特色喔 打出來 才比較有機會打得贏喔 那他的兵工廠喔 跟這個工程器製造所的升級費 都是減半的喔 直接半價 所以強軍事絕對來說 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千萬不要開農喔 開農就很容易被經濟淹死 那這邊還是要趕快找機會喔 去偷打對方村民喔 但自己是走騎兵路線喔 對方出這個長槍兵加生旅的話 其實也真的是不好騷擾 那保加利亞的話可以考慮喔 轉這個馬攻路線喔 去做一個反抗 好保加利亞這邊點下一級射 是要轉攻兵了嗎 好銀雷 銀雷點出來了 銀雷先把自己的 第一個銀雷喔 放在這個石頭的位置喔 可以守下自己的門面 這樣就不會一直被騷擾 但是 兇人這邊經濟非常好 已經來到81村喔 農田都一直有在灑 開始挖石頭了 石頭挖起來 這個城堡可能會蓋這個位置喔 或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都不錯 或是這個位置也可以 右邊這邊突襲一波 四隻 五隻騎兵 直接過來 逛街一波 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路過 好這邊想要再抓一次孔 但是這邊 匈奴都已經有在做準備喔 好這邊直接砍 沒有抽寸 村民直接砍死一隻 早砍人過來解 戳到二旗下 正面有要轉這個保夾利亞騎兵嗎 看起來沒有 4TC開農 直接補到第四個 第五個 呵呵呵 好那這邊藍放喔 有意識到自己村民樹開始落後很多 分數越差越多 他應該知道對方應該是農爆了 那自己啊趕快農上去 當然現在長軍是打不成 就也不勉強 趕快轉經濟出來 那只要在後期的一個軍事上 有人騷擾到對方的機會 那就賺了 這邊沒有空好 直接被戳死 好贏累直接開射 哇匈奴這邊防守來說算不錯喔 礦都蓋在一個不錯的位置上 這個TC也是喔 而且都是分布喔 分布的蠻均穩的 好這邊二級農田點一下 兩邊都在農 稍微加速一下 好正面直接砍死一隻 兩隻三隻 四隻 五隻 六隻 哇賽六村啊 這邊蠻賺的喔 好但是匈奴這邊轉出了馬功喔 點了電容時代之後馬功也出來了 要到電容時代之後 兇人的馬功可以變八折喔 更省一點 兇人打馬功只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的問題是沒有三防 但是對弓兵來說問題不大 弓兵要的就只是攻擊力喔 防禦是其次喔 所以雖然說他馬功八折 但還是有弱點喔 並不是完全 就是沒弱點的一個狀況 OK保夾利亞這邊 城堡能蓋得起來 應該沒問題 一 這邊引力雷都有在射 沒有彈到血 所以送的蠻歪 這邊三人要趕快進去 不能跟他硬打 哇還是被射死一隻 但對方也是送掉一隻 那這邊馬功還沒有點品種喔 趕快要點下來喔 不然這個血量掉很快喔 沒有品種的馬功 血量只有50滴耶 OK 看起來自己點下這個馬盾了 馬盾技術點下 保夾利亞 騎兵就要來發位了 騎兵攻速最快聞名 直接登場 OK 三級射也點下化學也補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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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城堡蓋這麼前面喔 好這邊前之堡有點 蓋得有點晚喔 都已經定用時代一段時間了 才慢慢補下自己前線的城堡 這樣有點風險在的 那保夾利亞的銀壘有一個小缺點喔 就是他只能蓋這個保夾利亞奇兵喔 也不能做任何的升級喔 而且也不能踩這個巨型頭死機喔 所以如果保夾利亞還是要打巨頭的話 城堡數量還是要拉一點起來 好像這樣子喔 至少蓋一座城堡 拿一座升級的 那他其他的外圍都是用這個銀壘防守 這個相當細節喔 該... 該安全的地方支援點 他對我已經蓋已經累下去了 所以這邊馬弓喔 能騷擾到的地方 蠻有限的喔 兩邊可能會打一個正命大決戰 哇這邊蓋城牆 來不及蓋 直接被清奇兵抓了一個包 五隻村民直接原地往生 好這邊重裝馬弓點一下 攻擊力就變7加4的馬弓了 攻擊力最高馬弓要出來了 這個拇指環喔 又找個機會點一下 還有品種 品種還沒有點 好這邊要直接硬拆巨型投司機嗎 這邊硬拆沒有品種會很虧喔 他想要躲這個箭矢下的一個卡位喔 但是數量太多了 還是會被射到 被找走了一隻馬弓 城堡還在射 數量越來越少 哇這邊死傷慘重 馬弓並沒有 賺的感覺喔 這一波去交換巨頭 只有換到這個城堡存活時間 以單位交換來說並沒有賺喔 好 更多的一個清奇兵走過來 那這邊有馬弓的清奇兵 攻速會很快 來看這個速度有多快 哇這個起量一直掉一直掉 嗚~~ 夭壽 砍超快的 好那這邊雪王力清奇兵也點下了 哇這邊保加利亞玩一個超級 肉馬路線喔 不跟你打黃金兵 我就打農 很難得耶 可以看到保加利亞打農 但很明顯喔 他打農 並沒有很優勢的感覺 還是要趕快一直繞清奇兵去家裡 騷擾會比較好 好那這邊由於沒有打強軍師的關係喔 這裡城堡壓在臉上 用路這邊馬弓射得很爽 好這一波直接被長江兵抓了個戰爪 全部死去 那這邊清奇兵還要再點下這個三級攻喔 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傷害差兩點差蠻多的 好這邊還點下了化學 好這個大學 點大學通常是要來點化學 但是保加利亞是沒有火炮跟火槍的喔 所以這邊可能點彈道學而已喔 那如果他要點攻兵路線的話就要走馬攻了 那打馬攻現在轉 感覺不是時候 先轉個戰毛兵出來壓壓金也不錯 好 這邊還是有殺到幾村 這邊保加利亞殺了36隻村民 村民已經反超了 123村打134 好這邊又更多的清奇兵上來硬砍 但是砍不爆 畢竟是高地喔 這個清奇兵第一打高還是有點傷害被減掉了 劇情投石機開始在做反擊 但是自己是第一處城堡的關係 而且是第一處的一個劇情投石機被砸到傷害很高 可能又要被解決掉了 好安全戰術也補 喔 保加利亞真的是要打這個馬攻阿 這個有點 有點興起喔 哇真的打了耶 打馬攻路線了 OK 那沒確定是這樣子 那這個重裝馬攻阿 要趕快點 好 兩邊都打一個馬攻路線 正面這邊有圍嗎 沒有 這邊可以走進去 哇 這一波又可以進去殺了一波 但裡面有長長兵在做防守 正面這邊大量長長兵加上馬攻 已經入侵到了保加利亞的領地 戰毛兵先點下 馬攻有在生 由於自己按的態度落馬 這個重裝 馬攻阿 還沒法點下 重裝馬攻是死了 要900肉跟500黃金 那這邊要存 可能要存一段時間阿 因為畢竟自己的農田 有一些部分已經收穿了 不然就是後面 要灑出更多片田 像這裡 好可以趕快趕快灑田 不然自己的肉馬 可能也快要出不起來了 那正面看起來 馬攻打起來 是有點吃力 好 那匈奴也把擊兵升到最強 這個大擊兵 雖然也只有二防 但是有擊兵就好了 這個效果就是好 好 那這邊 越來越多農田被騷擾到 沒辦法 開始中了 要開始往後灑田了 魔子環點下 好 戰毛兵走到前面 先做一個騷擾 戰毛兵現在打誰都可以 但是保加利亞的工兵 比較可惜 沒有三防 所以戰毛兵被射 還是會有點痛的 所以還是要靠一些肉馬 去做Cover 但是要小心一點 對方的疾病 所以最好是肉馬一直在移動 然後靠著自己的戰毛 跟馬攻 去做一個正面交戰會比較好 肉馬後面突然回頭 好 要來直接拆巨型頭司機 可以拆到一台沒問題 後續 後續能嗎 一台解掉 哇 一台就極限了 當然肉馬直接被包夾 但是正面有大量的一個戰毛兵 做一個輸出 所以 兇人這邊的馬攻數量也是少了一點點 那後面這些農田還能守得住嗎 感覺有點吃力 中裝馬攻一直沒有機會可以點 現在點下去可能就輸囉 因為也沒黃金了 哇 這黃金見點 哇 這波匈奴打得很不像 游牧民主耶 要怎麼突然 在打萬里長城 這個是被中國感化的匈奴人嗎 好 內蒙古是不是 直接開 開長城起來 哇 這個匈奴也是很不匈奴耶 好 中裝馬攻居然點下了 哇 他拿來的錢啊 居然還有點的下 他的黃金夠用嗎 你得趕快過來挖啦 我找到了 這裡 好 那這邊 匈奴也點下了這個 大陸馬 好 三級房也在點 但保加利亞這邊經濟看起來真的蠻慘的 好 這邊稍微修戰一下 兩邊都在準備自己的一個科技方面的路線 正面都已經圍死了 哇 這邊保加利亞看到應該傻眼 哇 這個直接蓋外領長城出來 就只能從右邊走 哇 死去 很痛 這個高地吧 好 那匈奴這邊的馬攻數量還是很多 借著自己的 超便宜的馬攻造價 等一下非常多的馬攻來到44隻啊 哇 這邊高地射 射得蠻舒服的 高地馬攻開始射 而且有拇指環效果還不錯 好 一堆肉馬也是射到不要不要的 後面還有個城堡在輸出 自己肉馬開始淹了上來 肉馬的數量其實可以再補一點 馬攻這邊也在按 正面看起來還是可以再撐一下的 這邊肉馬數量開始減少 後面再繼續補下來 馬攻在原地開火 後面這邊城堡能 呃 銀壘能拿得下嗎 哇 直接爆了 哇 三巨頭就是這麼的強 OK 馬攻再繼續開射 這邊兩邊對射的結果 看起來寶加利亞有點慘 馬攻的數量感覺 快打不下來 但是這裡是寶加利亞的家裡 支援來說是比較快的 好 但是這一邊看起來 而且匈奴覺得拿不下來 還是要先撤退了 哇 這一波自由開火 很精彩 好 那除了打正面之外 這個寶加利亞跟匈奴 都有在做一個側翼攻擊 這邊在騷擾金礦 上面這邊在打這個 挖木頭跟種田跟村民 所以兩邊除了打正面 還有在做一些騷擾的事情 這是蠻關鍵的 但沒想到寶加利亞這一波 居然能守下來 正面能打下來相當不容易 好 這裡有蓋銀雷嗎 沒有 只蓋了兩馬就而已 如果是我會想蓋個銀雷 在這邊防守 變弱馬過來砍 好 家裡有點被弄到不要不要的 那寶加利亞要趕快把這個人口 用到200才行 這邊還是190人口而已 經濟上已經開始有點趕不上來了 好 這邊直接突襲 左側這個城堡的位置 三... 喔 四巨頭 哇 這個很兇 直接打掉 好 這一隻刺猴 希望阿利清奇兵還在繼續殺 這邊小心 哇 對 要低一下 趕快上這個高地 上高地之後對方也是高地 但是自己的馬攻 高地馬攻化被射光 但這邊有大量清奇兵上來硬貼 哇 這邊清奇兵上來貼的話 傷害會很高 原來清奇兵的攻擊速度有33% 攻速加成 正面的話 馬攻數量 這邊趕快上高地才行 傷害不會被瑞姐那麼多 稍微走一下 到了高地之後 開始繼續反擊 但是肉馬沒有再繼續出嗎 有 趕快補過來 肉馬要再繼續補 匈奴這邊的補給線有點長 但是寶加利亞不能再撤退了 再撤退就沒有國土了 這邊正面能不能打贏呢 馬攻還在繼續騎射 好 繼續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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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的在開攻 但是這邊 好像有點極限 巨型投食機還在查 這個營內 沒有時間去管這個巨型投食機了 正面這個馬攻打贏 可能就可以打贏 但是正面能不能繼續拿下來 正面還想秀操作 躲這個箭矢 好 兩邊馬攻劇在無限開火 哇 這邊匈奴好像有點被打回去的感覺 巨型投食機 劍狀感覺打不太贏 趕快要跑了 但是跑路之前已經要被馬攻射光 更多的匈奴力騎兵補過來 兩邊都在做個肉盾交換戰 好 這兩邊的高地兩邊都用了很久 看起來匈奴這波又被打了回去 好 這邊騷擾用的匈奴力輕騎兵 就在繼續生產 但是右邊這裡 已經圍得差不多 但是有個小洞 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這邊保佳麗亞 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城堡拿下 可能一拿下 就有機會打得引凶人這邊了 那保佳麗亞這邊人口也飆到200人了 OK 我們剛剛出了他的目標 200人口趕快先拿上 那匈奴在家裡喔 村民可能要再補一些喔 因為這邊開始有點經濟感不太上來了 產能跟不上 沒有這個庫存支援很危險 因為一旦交戰之後 你還是需要一些支 這個支援庫存喔 去馬上補些單位上來 他沒有存款的話就很危險 好 這兩隻疾兵過來 來守這個洞口 趕快要再拿一村喔 去把這個洞補起來 OK 正面這個城堡 看起來兇多吉少 四台巨頭直接拆 好 再來一發奇色巨頭 就拿掉了 OK 打掉 然後那沒有城堡之後 這邊清奇兵可以跟馬公喔 直接做個搭配 馬公趕快上這個高地喔 去做個反制 好 這邊有幾隻馬公上高地 發現對方的清奇兵數量有點多 哇 這邊需要離清奇兵數量太多了 這邊馬公稍微有點送喔 這個沒有控好 前排的這個清奇兵居然沒有拉走 他沒有意識到前排那個是馬公嗎 他以為那是清奇兵 哇 數量貂子剩29隻 那 兇人這邊還有37隻馬公 那現在就是在比誰的庫存多了 哇 兇人終於意識到自己沒有點3攻 完全打不贏對方的清奇兵 看 這裡其實就算有3攻喔 還是沒辦法打贏這個馬盾科技喔 攻速33%加成 那目前看起來兇人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喔 只要這塊金 能拿回來的話 保加利亞就有希望了 好 這邊一台巨頭被拆掉 大衝車在身了 OK 那就是我們開頭講到了 保加利亞也可以打這個馬公 加上大衝車的一個攻擊方式 哇 有個洞 Holy shit 怎麼辦 直接BBQ 這邊馬公也在做跳恰恰的動作 這裡馬公損失掉了一些數量 散絲馬公打39隻 兇人這邊馬公數量開始輸了 而且這邊巨頭時機很的還來不及跑 會直接被集火掉 哇 巨頭直接被吃光 家裡一堆大浪馬直接做一個反擊 這邊看起來這個城堡也是要凶多吉少了嗎 哇 這邊是D2啊 要小心點 哇 這邊肉馬的數量直接打贏 原來自己的肉馬公數有33%加成 砍得有夠快 OK 那這邊 保加利亞把自己的優勢又漸漸拿了回來 而且這邊重型衝車喔 只要500肉就可以升級好 原來保加利亞衝車 跟科技喔 這有這個 欸 冰工廠 冰工廠科技喔 跟這個衝車 工程器的科技升級都是50%減免 好 趕快升完之後 開始在要產自己的大衝車出來了 這裡只有一台大衝車在左邊 這邊撞 三個BK 去世代發 增兵技術現在才一點 哇 他剛剛沒有點增兵技術 就可以支援得這麼快了 哇 這下點下來 大會補兵速度要更快了 OK 現在門戶大開 國門開啟的狀況 馬弓還要繼續騷擾 但是正面 需要先衝車來擋比較好 那左車這邊也可以進去了 但正面這邊還是要先拿下來 最近正中間是有農地的 而且是對方出兵點 保加利亞這邊打得很積極喔 只要這邊一拿下 對方就會直接打GG喔 因為出兵點來說 如果直接打爆正面的一個部隊 他要再次集結就很困難喔 就只能打一個GG的份了 好 看起來這波 保加利亞跟匈奴 兩邊都很積極 在用落馬去做交換 馬弓的數量一直想要努力保存 但匈奴這邊數量馬弓明顯的比較少 這邊保加利亞還稍微點射一下 對方的一個馬弓 馬弓數量已經佈足了十隻了嗎 還是有 還是有十隻 23隻左右 後面這裡也是馬弓 OK 但是保加利亞的馬弓數量還有三幾隻 數量上大約還贏了十隻左右 而且這邊已經全力在爆這個 群奴力清啟命了 自己也點下保加利亞啟命一隻 這個是點錯嗎 清楚 好 但是大衝車點完之後 沒有繼續出這個大衝車了 暴馬弓再繼續對射 這兩邊數量越來越少 保加利亞的工兵還是比較多一點 正面開始肉麻產能也跟不上了 匈奴這邊可能要直接被反推一波 軍事營地要被拿下 直接打出了GG 哇 這邊保加利亞肉麻出了352隻 數量有點誇張喔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應該看起來是前期兇武營一些喔 保加利亞後面才慢慢營運起來 所以兩者的經濟應該是差不多的 看起來兩邊經濟確實是差不多 沒有差到太多 只有這個食物喔 差了一萬耶 這個保加利亞多了一萬的肉 但是其他資源喔 都跟這個兇人是差不多的 那兇人這邊可能沒意料到 後期會打這麼多肉麻 所以田也沒有補那麼多 那剛剛中期的時候 兇人只有112村民喔 沒有補到130村 然後就去補農田喔 這有點可惜 那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打到後期的話 一定要存一點資源 避免兵被換掉之後 後面要再補兵喔 就會有點困難 所以村民一直在保持 130村左右以上是比較好的 但是他沒有去 一直補充自己的村民術 但是你看這邊保加利亞 這邊村民術 被殺到剩下110村左右 還是會繼續補村民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 中後期的一個細節喔 村民雖然在後期很容易補回來 但是 會有這種忘記補的一個問題喔 那我以前也會這樣子喔 但最近就不會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我們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如果想詞 我們ким聲明